谢延飞夸奖 如果没有别的吩咐 下官先告退了 等等 周王有何吩咐 这荷花绣得 精致 本王占了心情 想让副司制 给本王做一个香囊 周王想要什么样的图样 既然副司制这么有想法 那你就帮本王想吧 遵命 让开 说不说 说说说 说不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妹妹的身子 她身上那颗红枝是何娘子的侍女 告诉我的 我听到了 我妹妹盈盈 是清白娘子 以后 谁再敢诋毁 她就是榜样 大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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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我故意输的 养精蓄锐 把力气留在殿前比试 这样才能赢回来 听你话的意思 还想在殿前比试赢回来 别看我现在不行 说不定到时候我就行了 我赌一千冠你不行 罗七 你别欺人太甚啊 闭嘴 敢不敢赌 赌 一万贯 我不想让大哥输了气是吗 好 一万贯 你们鲁国公府说的话 可不能厌回去啊 一万贯我赔你们 这赌局精彩啊 盛大郎君 能不能让我们也压一手啊 压 奇怪压 压一赔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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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把本将军看得跟盛楚慕一样没用吗 压本将军的 压一赔一 压中盛楚慕的 压一赔十 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呀 就算是压一赔十 压你的人也是十不足一 有本事你就压自己赢 你们鲁国公府在长安街上的那些米铺 皮货店 还有首饰行 也该换换人了 好 好 好